两人并肩而行 来到了丹西 逛完丹西 齐少带着他来到了食堂 九哥 我给你买吃的啊 我要吃肉 成 想吃多少都有 齐少拍着胸膛走了 苏九吹着眼瞼 无聊地打瞌睡 砰 你就是苏九 我问你话呢 你聋了吗 没人告诉你 你有口臭吗 你说什么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老子姐 砰一声闷响 众人都没看清楚 就听见挑事的古英 哀嚎了一声捂着肚子跪在地上 苏九甩来甩手 又弯腰坐下 手托着下巴继续走神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没记错的话 古英是六节原者吧 我去啊 他被一个废材一拳都打趴下了 你敢偷袭 你啊 脑子要杀了你 苏九微微抬眼 瞳孔幽深 犹如一口枯井深不见底 短短几秒的对视 古英僵住了 没来由的心慌 仓促的后退 像是见鬼一样 疯狂地往外面跑 众人都懵了呀 这 发生什么事了 嗯 怎么了 齐少端着饭菜走过来 刚才来了个要饭的 我没钱 众人更吃惊了 六节原者称要饭的了 有人到这来要饭吗 今天奇怪事真多 刚才厨房的人非要送送我一盘卤肉 下午的时间都是在单系度过的 两人打打闹闹回到了宿舍 九哥 你快去拿换洗衣服 我带你去洗澡 房门推开的刹那 他恨不得立刻转身离开 九儿回来了 九儿回来了 过来 本王给你准备了点心 苏九拖着沉重的腿走过去 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当初就不该贪便宜 结果甩也甩不掉了 九哥 你衣服拿好了没有啊 再晚点没月水了 你要跟他去洗澡 他带我去洗澡 有问题吗 苏九没有觉得什么不对的 反正他们又看不出他的女儿身来 他避开一点不就行了吗 本王知道一个地方 人手 今晚的月色很亮 莫名坐在水里 宽大的后背靠在石壁 修长的胳膊搭在壁眼上 尽管热气腾腾 健壮的腹肌还是若隐若现 苏九吞了吞口水 突然有些热 你不是要洗走 莫名冷眼看着岸边的苏九 眸中隐藏着几分探究 苏九明明唇 你是王爷 不太好吧 话是这么说 他已经开始解腰带了 莫名没说什么 对于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 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瞥了一眼便昂头合上双眸 苏九留了一层轻薄的礼衣 下水之后 小心翼翼地退下衣服 进入热腾腾的温泉 全身毛孔都竖张开了 苏九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渍 靠在石壁上 轻轻拍打着水面 享受着难得的忧险 咕嘟咕嘟 温泉的水 温度陡然升高几度 苏九浮了浮水面 他能感觉到泉水变得炙热 但他却没感觉到难受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等他多想 三米外的莫无明身体往下沉 陷进了滚烫的温泉里 莫无明 苏九低喝一声 猛地沉入水底 潜了过去 然而 当苏九潜下水的时候 前方的泉水被炙热的火焰笼罩了 可以看见 莫无明被火红的光照亮的脸庞 表情难受地挣扎着 苏九双眸微睁 他一蹬脚窜了过去 一把抓住莫无明的手腕 刚想带着他浮出水面 莫无明猛地翻身 把他搂进怀里 拖着他往下沉 妈的 你想死也别拖累我呀 苏九鼓着嘴 脸都憋红了 头发也在挣扎中散乱开了 他抡起拳头 吵着莫无明的脑袋招呼过去 那是下了狠劲了呀 在他拳头落下之际 莫无明紧闭了双眼睁开 眼神也清明过来 拖住他的细腰 窜出了水面 没事吧 你相死就死远点 不要拖累我 这次他是真的动怒了 不是生莫无明的气 而是他自己 居然傻逼下去救人 差点把命打上 是本王的错 废话 苏九沉着脸 推扫着下去 这一下去就尴尬了 擦过的瞬间 莫无明的面色 划过一丝异样 他低下头 目光落在苏九的 一马平川上 刚才 分泌有什么软 他抬手就要伸了过去 苏九眼神一灵 攥住他的手腕 你要干嘛 莫无明微微一浪 视线低垂 直视对方的胸膛 感觉自己有些魔掌了 居然想去摸 真是荒唐 莫无明像是被电到了一般 猛地缩回手 沉下脸转过身子 跟苏九拉开距离 有些避之不及 苏九暗暗吐了一口气 幸好他没有继续啊 不然这触感 还真是掩饰不了了 短暂的沉默 莫无明余光扫向苏九 白皙的面颊 红扑扑的 一头长发松散的 披在肩膀 肤若凝之 猴姐滚动了两下 血气方刚的身体 竟然起了反应了 他吓得不清了 再也不敢看苏九一眼了 他翻身上岸 披上衣服 本王好了 你自己慢慢泡吧 苏九一手扶着脸颊 扭头 视线里是男人 披着衣服 散着头发 淡定从容的步伐 如果光线 再亮一点的话 那苏九一定可以 清楚地看见 阴影下的莫无明 脸上的慌乱和无措 根本就是落荒而逃啊 苏九一个人乐得自在 泡得手脚都起了软皮了 才恋恋不舍地出来 回到宿舍的时候 一盏灯在桌上 床帘遮住的后面 隐约能看到 莫名侧身而卧 苏九抬手 准备把灯熄灭了 别洗灯 苏九缩回手来 沉默地走到自己床边 房间里很安静 苏九靠在床头 若有所思 烛光忽闪 两人皆是睁着眼 没有半分睡意 两久 久到双方都以为 对方睡着了 莫无明忽然轻轻地开口 从未有过的温和 谢谢你 则温泉救了我 不知道过了多久 苏九才淡淡回来去 不客气 莫无明单手枕头 唇角缓缓地勾起一弯弧度了 合上双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